以前也认为228就只是一个放假的日子 所以在之后做过了很多资料 才知道这一天对台湾人来说有不同意义的存在 它是一个属于台湾人真正的纪念日 Amber 你知道228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吗? 是放假啊 对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放假吗? 对 因为这一天是台湾的纪念日 我们为了纪念这一天 有很多人不幸的拧难 所以我们把这天设定为固定假日啊 就是要为了纪念他们 那你知道这边是哪里吗? 这个地方呢? 要知道是什么地方? 这里是228纪念公园 这个公园的存在呢 就是让我们 这个台湾所有的人 这个土地上生长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记得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记在心里面 好胖快胖 好好慢喔 好啦 这样的威权的过程带给人民很大的伤口 前辈的努力争取 很多人也失去了性命 希望我们有更多年轻人可以站出来 然后继续为台湾的民族而努力 为了让台湾的民族走上回头路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正面客观的 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 228这一天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他们也会继续为了台湾的民族自由努力下去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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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